魔法城堡是一张搬运工快乐图 我先为大家表演一个鲲腿消失术 刀刃 移动 跑鞋 一气呵成 我们一路奔向种植园 然后把鲲腿放在这个土坑附近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没错 正如你所见 鲲腿消失了 这就是魔术 土坑埋鲲腿 是不是很神奇 而像这样的土坑 旁边还有一处 只要我们把鲲腿 托到土坑附近 然后停下脚步 鲲腿就被自动摆到坑里了 而且目前是不能挖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表演第二个魔术 中庭处分布着三个雕像 只要我们破坏时点击斧子图标 对应雕像的斧子就会掉落下来 如果此时刚好有人站在斧子下面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我很好奇 如果是我这个魔术师本人 站在我破坏的斧子下面 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结果试试就试试了 第二个魔术 自刀 摇眼门壁 利用了本族的新特色 必行杀 建议大家珍惜生命远离雕像 除非你是幻影 然后我们也是抓鬼游戏 只要我们破坏占卜式 就会出现几只阿飘在游荡 我们只需要接近他们 然后点击抓鬼图标 即可完成抓捕 需要注意的是 抓鬼和修理氧气类似 是分布在两个地点的 除了抓光占卜式的阿飘 还要将下面的藏宝室里的抓完 才算彻底解除危机 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跳管道 关于管道的分布 大家只需要对照 练习模式的管道分布图 体验一下就掌握了 而说到破坏 怎么能少了关灯呢 在本图 我们只需要熄灭 魔法实验室的蜡烛 就达到了关灯效果 而点燃的方法也很简单 将这些光点 全部拖进这个容器里 就可以恢复了 既然有关灯 就有关门 地图上的门的标记都很明显 我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最后我们说一下 破坏空中花园的石人花 这个相当于是贝克号的反应堆 当破坏石人花之后 船员需要戴上旁边的手套 安抚它 安抚的时候注意 一直不松手是不行的 狂点也是无效的 只有摸一会儿 松开手 再摸一会儿 才会让石人花冷静下来 如果不及时处理 石人花可是会被气炸的 游戏就结束了 那么新地图关于内鬼的特色 就介绍完了 你是不是也想试一试呢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